越南国家代主席邓氏玉胜,越东市参考消息往9月24日报道,越南快报网站9月23日报道,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,21日逝世,国家副主席邓氏玉胜兼院国家元首, 越南国会23日原理越南宪法条款,国会有关规定科学部决策机构,中央政治局的提议宣布了这一任命,报道着,邓氏玉胜县年59岁,生于越南中部广南省,拥有政治学硕士学位,以及法学和历史学学士学位,他此前担任过的领导职务,包括越南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和永龙省省委书记, 他于2016年4月8日主任越南国家副主席,报道着,23日宣布的这项任命,标志着邓氏玉胜,成为越南首位女性国家元首,他将担任国家代主席,直至国会正式选址,出新的国家主席,越南国会的下一次会期将于10月22日开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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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